我觉得这本书一开始就打中我是因为我有焦虑 我知道其实我对我的身份跟地位 因为焦虑而产生了很多 也许是困扰或者是我想办法解决 那这本书里面讲到身份地位这件事情 有没有讲到它怎么解决呢 其实我觉得它不是在告诉你解决的方法 其实它在让你看到这是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单一的方法 但是我们如果要解决问题 我们必须要先从理解或是认识问题开始 那我觉得迪伯顿很厉害的地方是 他的一本书会开启你读很多很多本书 那比方说他里面也会有君王论 也会有亚当·亚当·斯密斯跟你讲经济学 那也会有詹姆斯跟你讨论人在心理学 他都只光听这些说明是不是觉得很严肃 对但是比方说他 比方说我举例在詹姆斯 詹姆斯这个英国的这个一个心理学家里面 他就有一个心理学原则这样的书